开车门盗窃 小偷钻的是马大哈门的空子 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小偷 有正经行业不好好珍惜 却把脑筋用到了歪门邪道上 结果自然是没有好下场 三门的王先生家里正在盖新房 一些贵重物品一时没有地方 王先生就想着先放在车里 以为这样比较安全 没想到让贼给惦记上了 11月12号 当王先生打开车门时 他惊呆了 车内价值八九万的金银首饰 浴室以及七千元现金 全都不见了 王先生立即报了警 通过询问得知 报案人车辆停在路边 已经十几天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偷的 民警通过现场勘查 发现车辆并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不过在王先生停放车辆的地方 不远处刚好有摄像头 调看公共视频后民警发现 在10月27号凌晨1点左右 有个黑影在王先生车辆旁边出现过 十多分钟后 快速离开 通过视频跟踪 确定了 这个嫌疑人当时是开着一辆红色的马自打 过来盗窃的 很快 嫌疑人被锁定 当天下午 民警在林海一家 开锁店内 将盗窃嫌疑人方某抓获 看到民警到来 方某151时交代了自己盗窃经过 方某26岁 市民开锁匠 平时生意也不错 可自从沉迷炒比特币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前前后后赔了20万元 其中有十多万元还是网上贷款的 为了继续炒币 翻本还债 方某就铤而走险 晚上开车 到处寻找作案目标 利用自己开锁的手艺 盗窃车内物品 偷盗得手后 方某就将手势变卖给金店 所得赃款用于网上还贷 目前被盗的饰品已经被追回 警察当中 你这个车 什么不拒绝 你该快我拒绝了 目前方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警方依法刑拘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许晶晶 编辑报道